5. OJ梅奥 作为2008年的榜眼秀,曾比亚威少乐福的天才球员,新秀赛季场均砍下18.5分38篮板3.2助攻,一度被称作是科比接班人。 但是之后辗转多支球队,一直没有很大的建树,在2016年因为吸食毒品,从此诞出了NBA赛场。 4. 马库斯索顿 索顿是2009年的二轮13号秀,被热火选中,虽然是二轮秀,但是索顿的职业生涯也是可圈可点。 在2010-11赛季为国王效力时,索顿场均拿下21.3分4.7篮板3.4助攻。 2015-16赛季,曾在火箭效力过一段时间,曾一度被称为锁大腿,但是如今已经从NBA消失,转投CBA了。 3. 蒙塔·埃利斯·库里在新秀赛季,一直是埃利斯的替补。 这时候的埃利斯是勇士的头号球星。 2009-10赛季,场均砍下25.5分5.3助攻。 之后随着库里与克莱的崛起,埃利斯也是辗转雄鹿,小牛与步行者。 16-17赛季结束后埃利斯被步行者裁掉,就此无球可打,但出了NBA赛场,二丹尼格兰杰在保罗乔治成为步行者当家球星之前,格兰杰才是老大,炮娇只是格兰杰的小弟。 在2008-09赛季,格兰杰达到生涯巅峰,场均砍下25.8分5.7篮板,但是在2012-13赛季开始,就因为膝盖问题缺席大部分比赛,之后就没有回到巅峰过,辗转多支球队后在2015年被活塞裁掉,就此退役。 一,德龙·威廉姆斯关于德龙,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德龙在NBA就只做着同样的三件事,吃饭,睡觉,打保罗,堪称是保罗的最大克星,任谁都没有想到,之前与保罗第一空位之争的德龙已经单出了NBA赛场,2016-17赛季是他最后出现的赛季,令人唏嘘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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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